光绪七年 江苏江宁保甲局在审理一起盗窃案的时候 意外破获了一桩四年前的杀人案 被抓获的两名嫌疑人对当年的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然而办案人员却发现 这起命案极有可能就是四年前已经棋案的三牌楼命案 可是当年已经有两个人被当作杀人真凶斩首示众 四年后凶手却为何另有其人 如果当年果真杀错了人 那么这起冤案又是如何酿成的呢 历史学者张成即将为您讲述三牌楼冤案第一集 其案后真凶献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发生在清朝光绪年间的三牌楼案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论七月 江苏省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的保甲局 破获了一起盗窃案 抓到一名叫做李大奋的盗贼 这个李大奋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不仅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而且还招供了许多同伙的罪行 以及官府不掌握的情况 李大奋供出 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年的年底 自己的表弟朱彪失踪了 李大奋后来从盗匪圈子里得到消息 说这个朱彪被两个小混混 周五审报洪和谋杀死在了江宁 官府得到信息后 迅速缉拿了周五审报洪这两个人 二人稍微一审讯 一用刑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 他们俩分别共述 光绪三年12月初九日夜 两人在江宁府上原县 一个叫做三排楼的地方竹园旁 将朱彪用刀砍死 然后弃尸潜逃 周五审报洪供辞相互印证 时间地点和作案手法完全一致 可以认定这是一桩可信的杀人案件 按照常理来说 轻松破获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但是呢 审讯的官员们啊 一点都没有意外破获一桩 人命大案的喜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周五审报洪 共认的这桩杀人案 和四年前的另一起杀人案 高度重合 非常有可能是同一起案子 而那桩案子当时就已经结案了 已经有两个人被当作杀人争凶 斩首示众了 那一起案子发生在光绪三年12月初十 一个天寒地冻的上午 有人在江宁城内三排楼的竹园旁 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 第二天 上原县衙门的武座来验尸 武座验名 实则身上啊 有多处的伤痕 发便被砍落 显然这是被人杀害的 现场的勘验 又发现了尸体旁边遗落有表心纸 石灰包 灭刀 草鞋等等物品 地上并没有血迹和践踏留下的痕迹 这是一起啊 死者身份不明 追查线索非常少的杀人命案 侦破的难度不小 当时的两江总督 沈宝珍接到报告以后呢 很吃惊 也很愤怒 他命令 营务处总办 洪鲁奎 专门负责此案 缉拿凶犯 当时担任 两江地区营务处总办的 洪鲁奎 就是沈宝珍的心腹干将 洪鲁奎是道光末期的举人 早先啊 仕途不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 洪鲁奎加入了乡军 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光绪元年 有着乡军背景的沈宝珍 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为任同一派系的洪鲁奎为营务处总办 当时沈宝珍的年纪大了 身体不太好 请病假的时候呢 就推荐这个洪鲁奎 代替自己处理两江的政务 话说洪鲁奎 接到侦破三牌楼命案的任务之后呢 立刻就安排了击捕委员 候补参将胡金船捉拿杀人嫌疑犯 我们后人啊 对胡金船的情况了解不多 就一般情况而言 晚清军事行动频繁 大批的军官呢 立下了战功 但是由于编制所限 只授予了军衔 而没有相对应的足够的岗位 比如参将是清朝绿营的高级军官 郑三平 仅次于总兵和副将 但是因为升迁到这个级别的军官太多了 总兵副将都没有办法安置 参将就只能候补着 胡金船就是一个候补参将 平日呢 就在营务处帮忙处理一些 上司交办的杂事 为了早日转正 谋得实际的职位 这些候补官员 接到交办的差事以后啊 往往是认真表现 希望能够吸引上司的注意 估计胡金船接到破案任务后 也有这样的心理 很快就有一个叫做 左一梁的乞丐声称啊 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 曾经见过死尸 胡金船很快就抓到了方小庚 方小庚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智商啊似乎有点低 就是这么一个低智商的小贩 提供了命案的关键线索 十二月初九夜 方小庚曾经路过三排楼竹园附近 蒙蒙隆隆当中 看到有一个人躺卧在雪地上 方小庚一开始啊 以为是发沙 上前还摸了那个人 脸上是冰冷冰冷的 已经没有气息了 原来这是一具尸体啊 方小庚吓了一大跳 连忙退后 这个时候 他又看到尸体的旁边 站着三个人 一高一矮 脸上都有麻子 还有一个人 秃头像是一个和尚 就在方小庚又吃惊又害怕的时候 那三个人也发现了方小庚 其中一个人还斥责他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 先后逮捕了三排楼附近一座小山 庙尔山的僧人少宗 屠户 屈学如 以及啊 伙夫 张克勇 这三名嫌疑犯 经方小庚指认 这三名嫌疑犯 正是当天晚上 他在尸体旁边 看到的三个人 四年前 胡金传的破案工作 进展得十分顺利 嫌疑犯和证人都找到了 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点就是 死者是什么人 嫌疑犯为什么要杀人 怎么杀的人 凶器又在哪里 找到这些答案 此案就可以结案了 那么当年的审案官员 是如何从嫌疑人那里 获取口供的 又找到了些 什么样的物证 历史学者张成 将继续为您讲述 三排楼冤案第一集 结案后 真凶献身 胡金传将所有的情况 汇报给了洪鲁奎 洪鲁奎听了胡金传的报告后 委派后补支线 颜坤 丁仁泽 后补同知 善之痕 会审此案 胡金传因为是 侦破的负责人 也参与了之后的审讯 这里又有一个 程序上的瑕疵 清朝正常的司法程序 应该是案发所在的 州县进行出审 经过知府到台 复审 然后再报到审里 洪鲁奎借口 三排楼命案案情严重 影响恶劣 由营务处接手此案 并凭借两江总督的官威 委派了后补官员来审讯 客观来说 清朝晚期的时候 各个省都有数量众多的 候补官员 省里也在千方百计 想办法来给他们 委派差事 安排使用 但是这样一来 三排楼命案的审讯 就绕开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省里三排楼命案的 三名官员 丁仁泽只审过一次 就奉江苏梁道的命令 去办理海运了 善之恒 因为知道胡金传 难与共事 借口另有公务 并没有经常来审理 三排楼命案 实际上就由 后补支县严坤 还有后补参将胡金传 两个人在实际负责 少宗 曲学卢 张克友 三名嫌疑犯 一开始都否认自己杀人 严坤的对策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字 打 经过严刑拷打 嫌疑犯张克友 首先认罪 承认自己杀了人 张克友招供说 三排楼的死者 是和春龙家的 一个务工姓谢 死者和妙儿山的和尚 少宗都和妇女高坟士通奸 争纷吃醋 少宗恨死了谢某 就叫上了曲学卢 张克友两个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谢某杀死在了竹园旁 接着 少宗和尚在拷打之下 也承认了此事 可是当差异们 把高坟士和春龙 这两个人传讯到以后 高坟士坚决否认自己通奸 他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谢某 而所谓的雇主和春龙 也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家里根本就没有 信谢的雇工 可见张克友的口供 是编造的 严坤 胡金传 再次提审了三个人 继续严刑拷打 这一次 张克友改口说 死者的名字叫做薛永泉 后来又改口说 这个死者叫薛春芳 杀人的动机呢 也从通奸改为了 屠才害命 张克友首先招供 接着少宗和尚 屠户取学卢也先后供认 承认了他们三个人 看到从外地到江宁来 贩朱的客商薛春芳 贪图他携带的银两 就在晚上把他杀死了 刮封了银两 杀人之后呢 三个人脱下尸体外面的血衣 带回了妙尔山 烧掉了 至于尸体旁边的表心纸 那是取学卢拿来擦手的 石灰是少宗用来塞住 死者的口的 灭刀是张克友使用的凶器 草贤呢 是死者薛春芳的遗物 对于这个案发经过 三名嫌疑犯都共认不讳 供述的内容基本相同 随后官府在妙尔山 庙中找到了一把屠刀 少宗和尚承认 这是自己的杀人凶器 同时又在山上 发现了一堆灰烬 被认为是死者衣服的灰烬 官府又在取学卢的雇主家中 搜出了一把镰刀 取学卢承认 那是自己的杀人凶器 至于死者薛春芳的身份 当时清朝并没有 户籍登记制度和人口数据资料 差异们无法查证死者的真实情况 少宗取学卢两个人说 他们都刚刚认识薛春芳 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张克勇呢 他只听说薛春芳自称是河州人 不知道他的具体底细 最后官府认定死者是来自河州的客商 薛春芳 而并没有深入核实 至此三排楼案的凶手 人证 物证 口供 一应俱全 可以结案了 胡金传 颜坤就向营务处总办 洪鲁奎做了汇报 洪鲁奎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他接到报告以后 认真做了核查工作 少宗等三个犯人 被押到洪鲁奎面前 对案情都供认不讳 但是洪鲁奎还是不放心 他又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洪鲁奎提审了此案的 关键证人方小根 他细问方小根案发现场的情况 问方小根为什么在深夜的时候 能够看清楚嫌疑犯是和尚麻子 方小根说 当时月光照在雪地上 视线比较好 洪鲁奎进一步检验方小根的可信度 他让曲学卢穿上了浩衣 打扮成官兵的模样 混在自己的十名清兵当中 让方小根指认 方小根在十一个人当中 一下子就指出了曲学卢 最后洪鲁奎认为 方小根基本是可信的 其次乞丐左一良说自己之所以知道方小根设案 是因为方小根曾经与三排楼老奶奶说起过命案的事 洪鲁奎就派人带着方小根到三排楼把所有的老奶奶都叫出来 查明啊并没有人和方小根说过话 方小根也没有到三排楼卖过瓜子 因此 洪鲁奎判定左一良是乱讲的 最后 洪鲁奎亲自勘查了案发现场 还让方小根将当时的情形演给他看 应该说洪鲁奎的核查工作是负责任的 也许是因为洪鲁奎太忙了 也许是因为他太信任 颜坤胡金传等人了 自己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 没有亲自看看伤口 是不是和三个人交代的凶器的尺寸相符 洪鲁奎也没有追问三个人划分掉的赃款的下落 更没有察觉到颜坤胡金传对犯人严刑拷打的事实 洪鲁奎并不是一个婚官 他知道自己签这个字对少宗他们三个人意味着什么 洪鲁奎最后决定还是要慎重行事 所以他在把案件承报给两江总督沈宝针的时候 指出三排楼命案案情重大 建议另外派遣官员重审一次 力求把三排楼案办成令人信服的铁案 同时洪鲁奎在承报案卷时 除了写上颜坤丁仁泽善之痕等会审官员的名字 还写上了当时江宁知县吴元瀚 江宁知府孙云锦等人的名字 这是因为发生在江宁的案子 按照正常程序是必须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审讯 想不到案子上报到沈宝针那里 沈宝针不但没有重新核查此案 反而下令将少宗取学卢就地正法立刻推出去斩首了 从光绪三年12月初九案发到光绪四年2月20日案犯被斩首 前后只用了60多天的时间 当年办案可谓神速 可是按照清朝的司法程序 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地方各级官府和中央的层层复合 才能最终裁决 那么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如此匆匆结案 沈宝针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三排楼冤案第一集 其案后真凶献身 死刑的嫌疑犯要经过地方各级官府的审讯 连同案卷证据一级及压解到上级去 关押何尝 最后等待朝廷的最终裁决 总督和巡抚并没有死刑裁决权 这项制度保证了司法过程的公正公平 防止草菅人命 但是它有利也有弊 整个过程往往要耗费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 牵涉人力物力众多 还存在犯人节育脱逃等等安全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 各地局势动荡 官府捉获的起义军 土匪强盗人数很多 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司法程序来办 效率太慢 而且官府忙于镇压起义 也没有人力物力 更耗不起时间去走完流程 所以地方官府纷纷呼吁朝廷 下放死刑的裁决权 结果清朝在咸丰三年三月 赋予地方官府就地政法的大权 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 各地官府继续援引 咸丰三年的盛职继续把一些犯人就地政法 所以朝廷虽然很头疼司法大权旁落 但对各地都府们的专权根本就管不了 两江总督沈宝珍就是这么一个强势的地方大员 沈宝珍拿到江宁三牌楼案的案卷 也许是出于对得力干将洪鲁奎的信任 他并没有对案件本身产生疑问 但是案卷中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沈宝珍的高度重视 原来嫌疑人取学卢的物品当中 有一枚五角铜钳 晚清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 往往私注铜钳 作为平信 而两江地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地区 战后地方上不安宁 秘密会党分歧云涌 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 承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 取学卢的这枚五角铜钳 正好触动了沈宝珍的敏感神经 他不但拒绝了洪鲁奎的建议 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 而是武断地判定 这次是会党土匪自相残杀 最后沈宝珍援引就地政法的先例 下令将少宗取学卢就地政法 张克友割据耳朵驱逐出江宁 这么决定之后 光绪四年2月24日 官吏将少宗和取学卢 押赴南京水溪门外就地政法 销售示众 张克友陪绑法场 看着少宗取学卢斩首 然后割耳示众 最后被赶出了江宁城 如今这桩成案出大问题了 因为周五 沈包红交代的在三牌楼竹园旁 杀死朱镖犯罪的详情 和已经结案的少宗取学卢 杀害外地客商的案件 高度重合几乎就是同一个案子 那么是不是周五 沈包红在撒谎呢 他们俩无缘无故 不会自己承认自己杀人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也就意味着四年前 审结的那桩三牌楼案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洪鲁奎主导审结的三牌楼案 他是一起多处违背正常司法程序 牵涉众多官员的敏感案件 说他违背正常的司法程序 是因为三牌楼案 并非由案发当地的府县官员 征破审理 而是由营务处直接插手 委派参将胡金传征破 征破以后呢 营务处又绕开了地方官府 指派候补官员审讯 胡金传参与结案 最后两江总督沈宝征 没有履行死刑审批的程序 武断地将两名嫌疑犯就地正法 其次 我们说他敏感 是因为此案牵涉洪鲁奎 沈宝征 沈宝征在三牌楼案 结案的第二年 光绪五年 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 朝廷给他上嗜好文宿 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树立为中兴明城 而洪鲁奎在光绪五年 升任广东盐运使 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 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 是天底下第一肥缺 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 就不得不涉及到沈宝征和洪鲁奎 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 此外 这桩案子还涉及众多官员 胡金传 孙云锦 颜坤 善之恒 丁仁泽 吴元瀚等等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敏感了 所以当周五沈暴红对杀人罪行 共认不认不论的时候 负责审讯的官员脑门子上是不断地冒汗 他们都清楚 如果把这个案子记录下来 进入到司法程序 将意味着什么 可是人都已经抓了 罪行都招供了 事情想掩盖都掩盖不了 而且天底下是没有不透分的墙的 光绪七年论七月 江宁城内 城外都传开了 说四年前三排楼命案的争凶落网了 这一下审讯官员不敢隐瞒了 只好一级一级 把周五沈暴红的案情汇报上去 最后上报到了当时的两江总督 刘昆一那里 那么刘昆一又将如何处理呢 三排楼案将如何发展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三排楼命案的真凶落网 社会舆论一时哗然 在重重压力之下 两江总督刘昆一组织专案组 将四年前的三排楼案 和现在周五审报红招供的杀人案 合并审理 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三排楼案第二集 副审县将举下期播出